那當然今天因為回歸到了我們這個台北的 台北的歌迷朋友 聽說也準備了一個驚喜要給你 我們要先請兩位的歌迷代表朋友 今天呢 歌迷代表呢 特別 好像送上了一個好禮對不對 這個好禮我們要先請我們的工作人員 因為 有點重啦 所以我們要請那個三位 四位 壯丁呢 先幫我們把這個 非常棒的大禮 先放到這個舞台前方 當然呢 好 也要來問一下 歌迷朋友怎麼稱呼 小竹 小竹 那這一位是 要不要放中間一點 不好意思 好 我們請這個 不好意思 我們再放在中間 我們把它放到中間來一點 這樣 媒體朋友比較好拍 好 這樣子有擺好嗎 OK 好 那既然是歌迷朋友送的話 歌迷朋友大概要來 這個 特別要送上這個好禮 要應該有一個意義對不對 我們要請這個鬼哥 請鬼哥來開嗎 還是我們要歌迷朋友拆給鬼哥呢 好 請鬼哥是不是 好 一起來 好 我們看到的是 這是一個曲線瓶的造型耶 而且 裡面好像有字 裡面有字對不對 我們要請歌迷朋友們 來稍微 跟我們說一下 這次為什麼會想要送一個 這個可樂造型的瓶子咧 好 我們音樂稍微小聲一點 讓我們歌迷朋友們講一下話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歡喝可樂 所以我們就送他可樂 所以這個假可樂裡面 但是裡面有字耶 是不是 上面是寫 皇上朝透了 我們可樂了 所以就是因為皇上喜歡喝可樂 所以特別送一個可樂的造型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有這麼大瓶 然後讓他無限菜 然後越喝越有氣 然後人氣也跟著高漲 非常用心耶 歌迷朋友 那當然今天都來到這現場 送上這麼好禮的話 一定要好好合照一下 我先幫這個鬼哥拿一下麥克風 好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左手邊